这样我们就把第一部分讲完了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来描述时间以及给别人建议 说到时间请问这是几点 What time is it 好的一听懵了 首先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说 你开玩笑六点当然认识 可是如果你要真的在英语国家用英语描述出来 大家的状态就好像真的不认识表一样 人问你What time is it 你有可能飞到国家飞到一些跨时区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差了13个小时 下飞机都睡懵了 然后问人家说现在当地几点 然后这时候你就一次老半斤说不出来 为什么不是数字不认识 不是时间不知道 而是你自己反应不出英语来 而且不能流利反应出来 但你反应出来可能花花菜都凉了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就是如何能够快速反应时间 以及表达时间的方式 你至少别懵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先来听听力 听听力之后我们来把空添上 看你能听到哪些空 It's eleven It's eleven It's eleven o'clock It's two oh five It's five after two It's four fifteen It's a quarter after four It's 10.30 It's 6.45 It's a quarter to seven It's 8.50 It's 10 to nine It's 12 a.m It's midnight It's 12 p.m It's noon 好 听完了之后 这些空其实并不难听 我们来对下答案 第一个 It's 11 o'clock It's 2.05 It's 4.15 It's 10.30 It's 6.45 It's 8.50 It's 12 a.m It's 12 p.m It's 5 after 2 It's a quarter after 4 It's a quarter to seven And it's 10 to nine It's midnight It's noon 答案切完了 但大家说 老师我填的是什么 好 我们把这些如上的时间给你分开解释一下 首先你会看到这些时间 It's 11 o'clock It's 4.15 It's 2 o'clock It's 10.30 首先你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反应的第一印象就是全是数字 那正如我所说 为了表达时间 我们其实有两种表达方式 刚刚大家说看到都是数字 因此这种方法被称为叫做数字式 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这时间的几点几分分别用两个不同的数字来表达出来 不需要加任何词汇 就直接表达完毕了 所以我们一般在表达这时间的时候 几点几分 我们先说10再说分 就是按照正常的顺序式说时间 比如说4.15 4.15先说4点 再说15 跟我们正常是顺序读法 那么4怎么说4 15怎么说15 完事 4.15 4.15 再比如说10点30 10点30 10怎么说10 30怎么说30 所以是10 30 这就是老师说的第一个规则 为了能够数字式说时间 先要顺序读数字 把时和分分别读一下 但是大家看到的第一个时间叫It's 11 o'clock 发现他只说了一个小时11 但却没有说分 就说明他是11点整 但又怕直接只说了个11 怕别人以为这话没说完 等着你说11点多少分 那你怎么能够让别人知道我已经说完了 这是个11点整 没有分了呢 就在后面加上一个a clock 它就是整的意思 整点中1点 2点 3点 4点 5点 6点 7点 8点 10 9点 10点 11点 12点整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成It's加数字再加a clock 所以第二个要求是整点a clock 整点a clock 11点整It's 11 o'clock 10点整It's 10 o'clock 6点整It's 6 o'clock 那如果说老师那时间零几分 这个时候零几分应该怎么说 看第三个例子It's 2.05 发现这是2点零五分 2点2没有问题 零五分 除了说五以外 这前面的零绝对不能放过 而且最好不要说zero 麻烦咱说个简单的o 就2.05 is 2.05 因此第三个规律就是说中间零是o 中间的零要说成o就好了 凡是你看到的时间都可以简单的用数字式来表示 口语当中用数字式说的最多 因为它最方便 不需要各种转换 为什么说转换呢 因为一会儿你在学的另外一种方法就需要转来转去 脑子里还要算数学 数学不好的同学一下就懵了 那我们还是用数字式最方便咯 再来一次 It's 11 o'clock It's 4.15 It's 2.05 It's 10.30 分别是11点整 4点15分 2点零五分 10点30分 那在发音上其实它非常讲究 首先第一个11点整的a clock 前面的o读的是a这个音 4点15分15涉及到什么什么teen呢 在英语当中十几的读法都喜欢在这十几单词内部 加上一个teen这样的词尾 而这个词尾在单词当中一般都是重音的地方 所以15读成fifteen fifteen It's 4.15 It's 4.15 再看第四个10点30分 30就是几时了 几时在英语当中结尾一般都是ty 而这个ty读法一般都会变成the这个音读上 30 30 It's 11 o'clock It's 4.15 It's 2.05 It's 10.30 好 那么我们再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说数字分成两类 十几和几时 十几当中13到19 单词结尾都会加上ten 它是重音结单词音标如下tean 13 13 它的节奏是da da 往后使劲啊 14 14 15 15 使劲 16 16 17 17 18 19 19 就好了 但如果说几时呢 几时我们刨数的20不说先从30到90 它的单词结尾一般都是ty 而它一般情况下不能中读 所以读成d d 重音都是da da 30 30 30 40 40 50 50 60 60 70 70 80 80 90 90 90 那老师20为啥被拿出来呢 你看20的写法叫20 但是你看到了n和y在一起 这是英语当中的一个规则 在美语当中nti在一起t 并且在n的后面的时候 t一般情况下不发音了 那不发音不就之后就没了吗 那怎么读啊 结尾读成了ni 因此20读起来 每试应该读成twenty twenty 看 这十几和几时大家总读不清 读不清就容易发生误会 别人就不懂你说的是几点呢 所以老师给你讲的这几个点一定要记住哦 十几 t呢 几时 d 二十 ni 说的是词尾的读法 好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练习 请看如下这些时间 用数字是应该如何表达呢 快速反应 什么时候你跟老师的速度是一样的说明就过关了 五点十五分 five fifteen 以冒号为例 看前面是十 后面是分五 five 十五 fifteen 一说 five fifteen seven 是整点吧 别忘了加什么 o'clock seven o'clock 一点零五 中间有零 别忘了是哦 所以是 one 05 九点四十五 nine forty five 八点三十 eight thirty 三点四十 three forty 再往下 九点零九分 nine oh nine 再往下 six o'clock 没错 没有忘记 那么刚刚我们现在说了练习的这种叫做数字式 可刚刚在听力练习当中发现还有一堆时间长成这个样子 就不完全是数字了 你发现又出现了一大堆绿色的部分 第一个five after two a quarter after four a quarter to seven ten to nine 凡是出现after和to 它就表示表达方式变成了表盘式 表盘式你要去看表盘 我们看表盘的分针 分针在表盘的左半盘还是右半盘来看 如果说你的分针出现在表盘的右半盘 意味着你的分应该是从零分到三十分 这个时候我们中间要加一个戒词应该用的是after 如果说你的分针出现在了左半盘 那么在左半盘当中出现的分应该是从三十到六十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戒词应该是绿色的to 可是这个after和to放在谁的中间呢 我们来看一个规则 当你使用after的时候 前面应该是分 后面应该是十 这样算来第一个数字 它说it's five after two 正确的时间应该倒过来说叫做两点零五分 再比如说看第二个 it's a quarter after four 老师什么叫做a quarter a quarter相当于是一个圆的四分之一 那么请问一个圆的四分之一应该是多少分呢 十五分对吧 所以十五它在表盘式说法当中不说fifteen 它说成了a quarter 那么a quarter after four就是十五分 after四十翻译过来叫做四点十五分 别忘了在这种表盘式当中 一定是先说分后说十 跟数字式并不是一样的顺序 可当你说to的时候就麻烦了一点点 to前面的是真正的分数被六十减去的样子 而后面你看到的数字是真正的时间加一的样子 叫做距离下一个时间点还剩多少分 比如说a quarter to seven 放一成汉语叫做十五分 to seven 距离七点还剩十五分 那也就是六点四十五 下一个ten to nine 距离九点还剩十分 那就是八点五十 老师这种有点麻烦呢 还要算没错 所以这种在日常课语当中使用的不多 那为什么还存在 是因为你要去听 这个人问你时间的时候 他的需求是怎样的 如果说我想三点上课 我问你现在几点 我一定想知道的不是现在几点 想知道是距离三点还剩多长时间 也许我去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那这个时候你给我用这种方式来说 我觉得就更合适 还剩十分钟到三点 直接说成ten to three 那对于我来说 这十分钟是最有效的 而且你第一时间给了我 就不用再说两点五十 to fifty 还得自己算一下 虽然没多难 可是并没有符合我当时第一心理需求 所以这表盘是相对出现在更加正式 以及要思考这个人的需求的时候使用了 为了让你能够反应过来 我们再把数字的这个读法给大家过一遍 after 他在本语当中字母T经常读成的这个音 而这里出现了十五 a quarter的说法里面的字母T也经常要读成的等语 a quarter a quarter 两点过五分 five after two 四点过十五分 a quarter after four 距离七点还剩十五分 也就是六点四十五 a quarter to seven ten to nine 还剩十分钟到九点就是八点五十 is ten to nine 这个老师我瞬间反应不过来呀 没有关系 老师也是在这个路上走过来的 你真的需要大量的练习 你不去做练习 这个谁都反应不过来 而这个练习不是一次两次 或者看老师视频就可以了 必须有成千上万次的无数次的反应才可以 我们来试一下把刚刚的这些时间 再用表盘式表达一下 五点十五分应该怎么说 那我们要先看他的分是十五 十是我 那么分大过没过三十呢 十五分包还在三十分之内 他还仍然处于表盘的右半边 所以他应该用介词after 先说分再说十 简单 直接说成a quarter after five 七点整 他不存在表盘式和数字式说法 都会说成seven o'clock 也就是说表盘式的七点整 也是跟刚才一样 seven o'clock 下一个一点零五分 请问零五分是在表盘的左边还是右边呢 在右边 在右边应该使用什么 after 先说分再说十 所以是five after one 再下一个叫做九点四十五 九点四十五 四十五分在表盘左边右边 左边 这次用two 先说分再说十 但是四十五分在左边 他距离下一个时间点还剩多少呢 还剩十五 所以要先说a quarter to 后面是要即将到达的小时数 九点加一就是十 所以说成a quarter to ten 多听老师讲解 多跟老师练习 慢慢就反应过来了 肯定有同学在刚才蒙掉 没关系 再练一个 八点三十 老师三十属于左边右边 属于右边的 所以我们就说thirty after eight 左半边三点四十 四十分应该是分针在左半盘 距离下一个时刻还剩二十分钟 距离几点剩二十分钟 距离四点到二十分钟 所以说成twenty to four 再下一个九点零九 零九分在表盘右半盘 说九点过了零九分 先说九 先说分再说十 nine after nine 最后一个六点整 不分表盘和数字 直接说six o'clock 可是老师我发现刚刚的时间里 还有一类你没有讲到 对 看到绿色部分出现了am和pm is twelve am is twelve pm 立马就同学问老师am pm是啥 am和pm这里强调了一个时间的表达制 叫做十二小时制和二十四小时制 十二小时制就说明一天只有一到十二个数字 那么下午一点钟又重新从一开始取 如果是二十四小时制就是一天分成了二十四个小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等到下午一点钟的时候 它不会重新回到一会接着往下数小时三点 那么晚上零点也就变成了二十四点 这是我们所分的十二小时制和二十四小时制 那么am和pm是十二小时制当中的标记 上午和下午的一个标志 一般说以正午十二点为准 之前am之后pm问题来了 请问twelve am是上午还是下午 twelve pm是上午还是下午 是凌晨还是中午呢 有同学立马懵了 这里面要记住啊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说am的时候 它指的是凌晨 说pm的时候指的是正午 所以twelve am是凌晨十二点 twelve pm是中午十二点 你怎么记啊 再过一点点就到白天am了 所以是凌晨十二点 再过一点点就到下午了 所以它是中午十二点 twelve pm 可即使我这样讲解完 我敢肯定没过多久 你又忘了又混了 学多好都一定会忘 这时候怎么办 出国的时候坐飞机 万一做错了 明明是凌晨十二点车 我以为是中午的车 结果过去的时候发现 飞机都已经快降落了 你还没上飞机呢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尽量让别人不要发生起义 所以你要真的想表达凌晨十二点 咱可以用下一种说法 直接说midnight midnight midnight就是凌晨的意思 而中午呢 直接说成 it's noon 老师 那你看这我要是非得要说呢 英语当中不存在非要说这一种 完全看你想怎么去表达 怎么样能够让别人沟通的清楚 明白就怎样去说就好了 不要给自己制造麻烦 所以你会上面就说上面 会说下面就说下面 目标是能交流并且能懂就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来听一个对话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then answer questions as follows what time is the concert 学完了时间的表达 咱们总得用啊 听对话 两个人想要去看一个concert 音乐会 可问题是请问这个音乐会几点开始 我们来听一听 Hey Aaron There's a free concert at the park tonight Really? That sounds like fun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t starts at 7.30 Well, let's go What time is it now? Um, it's 5.30 What time do you finish? About 6 o'clock So, let's meet there about 7 Well, they don't usually have a lot of seats So Oh, well, in that case Let's get there early Say, around 6.45 文章当中这是出现了好多个不同的时间 但是耳间的同学一定判断得了 It's 7.30 用数字式来表达 一般在你表达时间没有特殊需求 咱都用表的数字式表达更简单 7点半开始 有同学说 那出现其他时间呢 都是在混淆你的 那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个对话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again And then fill in the blanks 来填空 这个填空可就好玩了 What time do you finish? About 6 o'clock So,什么东西? They're about 7 Well, they don't usually have a lot of seats So, well, in that case 什么东西? They're early 我们为了配合今天要讲的这个语法点 请大家快速地去听听力 然后把空天上 你觉得你听到的是什么呢? Hey, Aaron There's a free concert at the park tonight Really? That sounds like fun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t starts at 7.30 Well, let's go What time is it now? Um, it's 5.30 What time do you finish? About 6 o'clock So, let's meet there about 7 Well, they don't usually have a lot of seats So Oh, well, in that case Let's get there early Say, around 6.45 好,听完了发现这个空天真的不是时间 是什么呀 Let's meet there about 7 Let's get there early 老师,是什么东西? 来给你讲 当你发现具手术像了 Let's 的缩写形式 Let's的时候 它一般多是用来表达 Suggestion 叫做建议 翻译成 让我们怎么怎么样吧 那大家仔细观察 Let's后面加了个什么 Meet 这边呢 Let's后面加了个什么 加了个get 那么Let's后面一般多加的是动词原形 来表示让我们做什么吧 而这种让我们做什么吧 这种语气就是在给别人一个建议 叫做提出一种suggestions 说我们到那儿7点见吧 我们今天吃那个吧 我们明天看电影吧 我们今天先谢谢吧 不是你说了就算的事 但是是一种建议 征学人家的一种想法 Let's do something 那比如说我们走啊 Let's go 比如说让我们现在出去吃饭啊 Let's eat out 我们休息一下 Let's have a rest 自己主动提别人跟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这个句子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已经把所有的语言点给大家做完整的讲解了 那来复习一下学了整个单元 我们都会有哪些知识点呢 No.1 Describe places 描述地点 这里涉及到了肯定形式 否定形式的第二必具形 分别表达哪里有和哪里没有 表达存在性物体 而当你说这哪里有什么的时候 要注意这物体的单复数形式 单数 There's 复数 There are 别忘了发音哦 而如果说哪里没有一个 There's no 哪里没有好多个 There are no 这是我们在说存在性的有 除了说哪里有什么 我们还要说现在几点了 我们的问题一般都是 What time is it 回答是 It's 后面加上相应的表盘式或数字式的表达 反复习习一下 7点半应该怎么说 数字式 就是7和30 730 那让我们怎么怎么样吧 Let's 后面加动词原形 让我们走吧 Let's go 让我们出去吃饭吧 Let's eat out 这样我们这个单元就学完了 可是 这单元你只是跟着老师听了一遍 你要想最终达到一个 鲁虎存心的一个地步的话 一定要跟着我们的练习课 来不停的练练练 千万记得 Practice makes perfect I'll see you next class Bye bye